你好,我是杰宜,欢迎来到静谱档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案件 一位少女在自家门口凭空消失 现场没有任何线索 警方多次寻找未过 嚣张的凶手公然叫板警方 多次打电话反复折磨受害者家属 还喜欢戏弄受害者 让他们选择离世房时 这就是少女杀利家门口失踪案 1985年5月31日 美国南卡赖罗那州列克辛顿时 17岁的沙利·史密斯和朋友在游泳馆玩了一上午 下午便开车返回家中 路过邮箱时 沙利停好车去邮箱取信 他的父亲保普平时就在家中工作 通过办公室的窗户 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邮箱 保普听到汽车的声音后 从房间内向外展望 发现沙利的车正停在离家150米的邮箱旁 他觉得沙利很快就会回来 于是继续忙手里的工作 当他再次抬头看向窗外时 才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女儿并没有回家 车子还停留在原地 他觉得有点不对 于是赶紧走出家门查看 外面空无一人 大喊了几声后 也没人回应 当他来到车前 发现车钥匙还插在车上 主驾驶车门开着 副驾驶坐上还放着钱包 沙利也不在车里 地面有一行走向邮箱的脚印 但却没有返回的脚印 同时邮箱旁还散落着疾风信件 难道是取信时发生了什么吗 保保赶紧跑向邻居甲 询问是否见到自己女儿 但他们都表示没有见过 找寻卫国后 保保立即选择了报警 接到报警的詹姆斯梅子 来到现场后进行了实地看查 沙利有一位姐姐迪恩 和一个弟弟罗伯特 并且失职毕业 沙利准备好好玩一玩 绝不会毫无缘由地突然离开 因此詹姆斯推断沙利 可能被人绑架了 可是让詹姆斯不解的是 他们一家在当地名声都很好 并没有仇家 谁会绑架沙利呢 而凶手又是如何在 保保的眼皮底下 悄无声息把沙利带走的呢 詹姆斯便派出大批警力 对沙利失踪的区域 进行大范围搜查 即便这是一场 声势浩大的搜寻 结果还是大事所谎 没有发现沙利的任何踪迹 史密斯一家万分骄忍 詹姆斯想到 如果是绑架的话 凶手极有可能会打来电话 所以便派人在史密斯家的电话里 装着定位和监听装置 以便及时掌握凶手的动态 果不其然 6月1日夜里2点30分 史密斯家的电话突然响起 直听电话那头 传来冷冷的声音 请沙利的母亲接电话 当沙利的母亲 希望她接起电话时 男子说道 沙利现在正和我在一起 她的外衣里面 穿着一套黄白相间的游泳衣 电话那头还说 请不要担心 我们看了一会儿电视 吃了点东西 等沙利玩够了 就送她回家 另外 6月2日 你们会收到一封由沙利 清理写的信件 注意查说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个电话 让夫妻二人非常不安 从对方描述中 可以肯定 沙利是被绑走了 但奇怪的是 绑匪并没有提出要赎禁 还说沙利会回来 打电话的人 到底是谁呢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来不及多想 奥巴利克将这一情况 告诉了警方 通过电话 锁定到了一个距离 史密斯加 20英里远的公共电话亭 此时凶手 肯定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电话亭里 也没有找到一丝线索 现场被处理得很赶紧 6月2日早上 邮局里异常忙碌 詹姆斯带着警员 在众多信件里 寻找寄给史密斯夫妇的信件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 这是史密斯夫妇 信件一共两页 开头赫然写了五个字 最后的遗嘱 字迹经过辨认 确实为沙利的笔迹 信中沙利表达了 对家人的爱与不舍 还提到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但我并不希望 我死去这件事 毁掉你们的生活 我想在我入葬之前 把棺材封死 不要让别人看到 我离世的样子 为什么沙利会要求 一个密封棺材呢 难道他在写信时 就已经知道 当自己被发现时 一定会变得惨不忍睹吗 读完信的史密斯一家 彻底崩溃了 因为这封信 预示着 他们的期待 将不复存在 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声 再一次响起 凶手问 你们收到沙利的信了吗 希尔丹冷漠地说 信已经收到 我的女儿怎么样了 请你不要伤害她 可凶手却说 过几天 你就会知道答案 随后挂断了电话 这封信 也被送往 执法犯罪实验室 进行化验 但信上 除了沙利的质问 手印外 并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 6月3日晚上 凶手又一次打来电话 他说 沙利已经成为 我生命的一部分 无论是心理 身体还是情感 我们的灵魂在一起了 凶手这一番话 让史密斯一家 难以接受 根据信号追踪 电话是从 30公里外的 一个电话亭打来的 詹姆斯便立即带人 赶了过去 不过当赶到时 电话亭空空如也 只有没来得及 放回原位的电话 在晃动 以电话评次来看 凶手似乎很享受 这种一天一个 电话的骚扰方式 但这种方式 却让史密斯一家 备受折磨 6月4日 凶手再一次打来电话 还对希尔达说 沙利是在 6月1日凌晨3点10分 写的这封信 凌晨4点58分 我们拥有了 共同的灵魂 希尔达问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凶手却说 你没有资格问问题 另外 告诉列克星顿 治安部的詹姆斯 不要再寻找沙利了 因为他做的 都是无用功 还有 明天将会有 重要事情发生 随即挂断了电话 6月5日中 凶手再一次打来电话 这一次 他一反常态 并没有说一些 稀奇古怪的话 反而直接给了一个地址 就挂断了电话 根据凶手提供的地址 在距离 史密斯加18英里处的 一座白色房屋后面 果然找到了沙利 不过此时 已经变成了 一具冰冷的身体 脸上缠绕着 数层交代 一丝不挂 经法医检验 确认沙利的离世时间 为6月1日凌晨5点左右 最终死因是窒息 离世时间 和凶手所说的时间 完全吻合 由于天气炎热 沙利的身体 开始出现腐难 因此也无法判定 他生前是否遭受过情犯 而肠绕在沙利脸上的交代 也没有提取到任何有用线索 这时 史密斯一家才明白 凶手所说的 拥有了共同的灵魂的 真正含义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在找到沙利一体后 凶手依旧没有停止 给史密斯加打电话 6月6日 凶手告诉迪安 非常抱歉 我只是想和沙利交个朋友 现在我有点后悔了 我正在考虑 应该去警察局自首 还是自行了断的 本以为凶手良心发现 事情也快结案了 然而6月7日 凶手再次打了电话 并说到 绑架当天 他让沙利写了信 然后侵犯了他 最后还让他自己 选择离世方式 是墙壁 西药过量 还是窒息 最后沙利选择了窒息 然后就用交代 缠着他的头 还说上帝已经准备好 接受他成为天使 说完电话 他就挂端了 这些事实证明 凶手既不是良心发现 也不是自我安慰 而是又一次调刑 由于凶手每次打电话 都使用变身器 而且所使用的公共电话亭位置不同 以至于警方数次普通 根据对凶手的现有线索 FBI心理测写是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测写 25至3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 已婚或者离异 从事体力行业 罪犯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他不断给受害者家人打电话 说明他自视身高 总之 这肯定不是凶手第一次作案 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很可能马上就会有其他受害者出现 果然 6月15日 一名叫戴布拉梅赫尔米克的姑娘 和弟弟在家门口玩耍时 被绑架消失 半个月 延续两起绑架案 这样当地居民惶恐不安 心理测鞋师分析 凶手在如此短时间内作案 是因为他认为 警察至少远远不及自己 对自己犯罪充满信心 但这次凶手 已经不再给史密斯家打电话了 仿佛失去了兴趣 看来要破案 就只能引蛇出动 从打电话的时间来看 凶手对史密斯一家的行动 要如指掌 每次电话时间都很有规律 比如拿到信件之后 找到身体之后 所以他始终关注了 史密斯一家人的举动 一次警方提议 利用沙利的葬礼 来引诱凶手出现 因为凶手十分自信 他很可能会出现在葬礼现场 此时是在寻找嫌疑犯的最佳时机 史密斯一家同意了警方的提议 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 给沙利进行下葬的纪念活动 以此吸引凶手的关注 可奇怪的是 葬礼上的凶手并未现身 本以为计划失败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 凶手的确关注到了 这次纪念活动 当天晚上 凶手再次打通了史密斯家的电话 他的第一句话 就让敌人进口完分 他说 上帝想让你去陪伴你的妹妹 放心 这只是时间问题 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护你 然后他说 你一听说过 西南县一个叫戴布拉 梅赫尔米克的女孩吗 紧接着就说出了一个详细地址 此时 监听电话的警察心里一惊 凶手提供地址时 意味着失踪的女孩已经遭遇不测 事实博真如此 果然当警方来到指定地点后 在灌木槽中发现了已经离世多时的戴布拉 凶手在现场以及身体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这在詹姆斯已经束手无测时 一个新线索打破了调查的僵局 之前的遗嘱信经过深入检测 最终在上面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因为当初沙利给家里写信的那张纸 有名警员发现 写信的纸杖并不是标准的性质 他们的边缘都有细小的波状状撕扯痕迹 因此他认为这几张纸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在这封信的第一张信纸上 很可能会存在笔记本上一页书写时留下的丫痕 虽然这种痕迹非常轻微 肉眼无法识别 但专业机器却能检测出来 于是这封信的第一张信纸被送到了实验室 通过信纸上轻微的丫痕 研究人员最终还原出了一串数字 詹姆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串电话号码 不过只能勉强辨认前几个数字 最后一个数字怎么也看不出来 这组数字的前几位是205837 属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号断 所以在依次尝试拨打电话时 都会询问对方是否在南卡莱罗拉州有亲戚朋友 当达到第五个号码时 恰好有位年轻男子说 他的父母居住在南卡莱罗拉州 警方根据男子提供的地址发现 他的父母居住地点距离沙里价仅有15英年 并且电话记录显示 有几通电话正是从埃里斯家里打出去的 难道埃里斯就是凶手吗 据调查 埃里斯50岁 白人电工 儿子在部队服役 直上写的正是他儿子的电话号码 不过沙里被绑架期间 他正和妻子在外地度假 他的儿子也一直都在军队 他们被一一排除了作案嫌疑 詹姆斯联系到正在外地度假的埃里斯夫妇 告知了来电的目的 并将一段凶手的录音播放给了埃里斯夫妇听 谁知埃里斯刚听了几秒钟 就大喊了起来 是拉里·基恩贝尔 我的一个好朋友 拉里·基恩贝尔 白人 36岁 出生于阿拉巴马州 从小因父母工作关系 延长于各州之间 高中毕业后 未能升血 在一家贸易公司 从事电工 后搬到了南卡莱罗那州的哥伦比亚顶居 并结婚生子 1970年 加入海军陆战队 入五不到一年 就因清洗枪支使 擦枪走火 击中了自己的膝盖 不得不遗憾退伍 退伍后的贝尔 在私生活方面非常不自控 他虽已婚 但时常与各种女人鬼混 个人风品很差 策写是 关于贝尔的情况描述 除了年龄稍有出入外 其他情况完全符合 詹姆斯随即让埃里斯夫妇告知贝尔 他们要坐飞机返回 让他前往接机 随后在机场 正式逮捕了贝尔 贝尔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 竟是因为一张性质的压痕而被捕 原来埃里斯度假前 曾在那个本子上 留下了儿子的姓名 住址和电话 作为紧急联系人 让贝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联系他 没想到竟然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贝尔被捕后 警方搜查了埃里斯加 在那里发现了六根金色长发 经过检测量 都属于沙里 在抽屉里 找到的邮票 和寄给史密斯加信封上的邮票 完全相同 证据确准 尽管贝尔声称谋害案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庭审时还发表蒙娜丽莎是个男的 等一系列怪诞言论 试图让陪审团相信他有精神问题 反正宗教精神对他慈悲为怀 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陪审团完全不相信他的胡言乱 仅仅47分钟后就做出了裁局 判处贝尔死刑 最终法庭决定 一恶之恶 让贝尔自己选择是注射药物离世 还是做电影刑刑 他可能都没有想到 现在轮到自己做离世的选择题 最终贝尔选择做在电影上 事实证明 没有完美的犯罪 正义虽晚必到